2017年NBA选秀大会上,要是魔术时愿意听取科比的建议,用榜眼签得到塔图姆,会是一个什么情况? 一胡人上个赛季培养新人的力度,塔图姆有可能会在常规赛就打出来了,能够去和西蒙斯去拼一拼最佳新秀奖项,不过,球爹的造势,真是让魔术师设得猪油盲了心,选秀大会开始前就告诉球哥胡人会选你,球哥或许很优秀了,可是和塔图姆相比起来,球哥真的一点都优秀不起来了, 因为塔图姆有可能成为一个巨星,球哥顶多是一个全明星,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潜力,更为可怕的是球哥的老爹,上赛季球爹很多具有争议性言论,都是对着胡人发射,沃顿真是好脾气了,不过教练婚会主席卡莱威尔独行侠主帅就不爽了,已经公开警告球爹不要对沃顿指指点点, 另外,球爹在2018年NBA选秀大会,更是警告魔术师,要挑选参加选秀的二球,不过魔术师没有动摇,就让球爹直接参办一个JBA联赛,把二球和三球都放到该联赛打球, 同时将洛杉矶波罗队作为主队,让波罗兄弟不断去疯狂爆卡数据,球爹就在外面一个劲地吹,我儿子多牛逼,想要故技重演去帮助二球,得到加盲,胡人队的机会 二球是2018年落选秀已经是事实,球爹想要培养二球,凭借个人能力开战JBA联赛,让儿子越菜,确实是个好老爹,结束部,整个洛杉矶波罗和芝加哥波罗的比赛, 二球和三球总计87投拿101分,带领洛杉矶以130比122击败之交戈,二球更是刷歪歪的爆坎54分16篮板5助攻,三球则是38投13中,在这种水平的联赛里,三球的命中率不足50%,完全可以说三球被坑死了,全美前十高中生可能无缘NBA, 现在有多少人记得三球是全美前十高中生,排列在全美第七位,空位第一位,本该拥有几好前景的三球,应该留在高中联赛继续征战,然后去征战NCAA联赛成为壮硬选的种子选秀,最后参加NBA选秀登陆NBA球队做球星,可是二球在中国的经历似乎给了球爹一记沉重打击, 于是球爹认为学校的教练都是渣渣,直接把三球叫回来练习,最终这名全美前十高中生让秦爹断送的前程,可以说是坑死了,今后散球的水平也就这样了,混混JB一联赛,做一个太子爷,靠着球哥在NBA无人对人影响力,支撑鲍尔家族的BBB品牌, 可以说球爹有一点要瞄助长了,87投101分都是亲爹安排的,不管二球和三球在JBA联赛打出什么疯狂数据,即便二球或者三球能够单场红下81分,都不可能让魔术师相信球家兄弟是下一个可比, 用批捧的言论我再说一次,狼左鲍尔球哥不可能成为可比那样的球员,如今看来鲍尔家,你最出色的球哥,都不可能在胡人队一直待下去,或者说成为顶级球星,球爹必定会因为自大断送鲍尔家族的优势,三球本来有机会成为NBA顶级球星的,结构球爹错误的低估自己的造讯能力,成功一个球哥, 就可以让二球得到成功,结果2018年选秀大会魔术师不买账了,最后球爹是连三球都给坑死了。